姑娘只顾着收拾桌子,只好没发现,身后一个男人鬼鬼祟祟进了门,刚扭过头就被对方迷晕了过去,而这一切都被窗外的丫鬟看在眼里,脸上当即露出恶毒的笑容,想起皇上此时正在御花园赏花,立刻急匆匆地赶了过去,将自己看到的一切说了出来,皇上瞬间脸色大变,丢下众人大步向寝宫走去,他怒气冲冲踹开房门,竟看见自己的宠妃玉儿在和野男人私混, 立刻让侍卫将两人从床上拖了下来,一怒之下拔刀向玉儿走去,野男人额折尽还在一旁出言挑衅,斥责皇上要是个男人,就赶紧放了玉儿,这番真情流露不亚于火上浇油,使皇上更加恼怒,直接一脚向他踹去,玉儿有心解释,可皇上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,什么都听不进去,玉儿竟无法洗清自己的嫌疑,心如死灰直接求皇上将他刺死, 一旁的丫鬟连忙向皇上求情,称这一切都是讹者的错,却没想到这番话再次点燃了皇上的怒火,一巴掌将他删倒在地,皇上看着玉儿失望不已,不敢相信他疼爱了十年的女人,现在竟这么对他,当即就要瞎了他,皇后连忙跪在求情,恳求他查清事情的真相,此时身后的妃嫔们也都跪了下来,求皇上开恩, 最终皇上还是让侍卫将两人压了下去,沉浸在伤心中的皇上,丝毫没注意跪在地上的纳木中跟和雅,两人脸上得逞的笑容,原来自从玉儿进了后宫,皇上不仅十分宠爱他,对他也非常信任,时不时将一些不重要的奏折,拿到永福宫让玉儿帮忙批阅,原本这些还不算什么,可前几天大封后宫时,皇上竟跃及将玉儿封了贵妃,顿时点燃了纳木中心中的怒火, 纳木中一直做着母仪天下的美梦,本以为以自己的资历,这次贵妃之位一定是自己的,可没想到圣旨下来,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妃子,美梦瞬间破碎,就此记恨上了玉儿,时时刻刻垫避着找机会教训他一顿,没多久,卡哈尔寒王讹哲带着自己的族人归向大清,皇上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,将自己的女儿指昏给了他,这天玉儿在玉花园散步,正巧碰上再踢剑子的公主, 无法拒绝他的要求,便陪着踢了一会儿,谁料额哲正巧来找公主,看见玉儿后顿时一不开眼,十年前还在科尔县的时候,额哲就对玉儿心怀不轨,甚至有次还把玉儿绑回了查哈尔,信号皇上及时赶到才将他救了回来,时隔几年,额哲再次见到玉儿,内心激动不已,当即走上前要给玉儿打招呼, 可玉儿对额哲一点好感都没有,赶紧向公主告退离开了玉花园,大庭广众之下,额哲只能眼巴巴看着玉儿离去,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,再和好景不长,额哲竟不知从哪得知了玉儿请宫的位置,偷偷摸了过来,看着在桌边写字的玉儿,额哲关上屋门大步走了过来,一把从背后抱住了他,玉儿还以为是晃上来了, 谁只扭头看到来人竟是额哲,瞬间惊慌不已,厉声呵斥他赶紧出去,然而自周的侍卫已经被额哲引开,既然我得不到你的心,那我就要得到你的身 额哲胆子大得可以,竟想对玉儿行不轨之事,幸好丫鬟苏默儿及时赶回来,听见屋里的求救声立刻闯了进来,将额哲给打跑了,然而不巧的是,玉儿的妹妹何雅正好路过永福宫,撞见额哲衣衫不整的从里边跑出来, 以为玉儿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,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,转头就来到了玉儿的死对头纳木中的宫里,纳木中讨厌玉儿,连带他的妹妹何雅也喜欢不起来,嘲讽他走错了门,何雅听了这话虽然心中不满,但眼下他还有最重要的事,只好面带笑容学问纳木中,想不想扳倒玉儿,得知玉儿竟在后宫干见不得人的事, 纳木中不是很相信,毕竟他们两人是姐妹,万一何雅骗他怎么办,更何况玉儿根本看不上讹者,一定是他自己有企图,何雅文言心里不甘,继续在纳木中面前挑唆,其实何雅如此恨玉儿是有原因的, 自从他嫁给多尔滚后一直备受冷落,直到最近他才搞明白,多尔滚竟喜欢自己的姐姐玉儿,所以他才会每天守国寡, 纳木中之前多次陷害玉儿都失败,现在长了教训,知道这事急不得,趁何雅拿到确切的证据在动手,只有让玉儿被抓个现行, 让皇上当场撞见,到时候就算他再怎么解释也没用,讹者的大胆行径让玉儿害怕不已,只好每天称病待在永福宫,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,几天后宫里要举办赏花宴,满宫妃嫔无论是谁都得到场, 纳木中文言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,立刻把护轮公主请到了宫里,借口要给他贺喜, 让丫鬟拿出了一些上好的丝绸,建议公主做一些漂亮的汉服,在宴会上穿,给皇上一个惊喜, 公主看见这些华丽的布料,眼神当即便挪不开,因为纳木中是好意就高兴地收下了,接着纳木中又旁敲侧击地称, 玉儿对汉服非常了解,可以去请她帮忙,见公主把这话听进了心里才放下心, 很快就到了赏花宴这一天,所有妃嫔和王公贵族都聚在御花园,皇上此时也兴致正浓, 坐在高台上的纳木中,给和雅使了个眼色,和雅当即提醒公主该去换衣服了,让她去找玉儿, 还告诉公主不要说是她说的,公主为人单纯没想太多,一脸高兴地站起身找到了玉儿, 请她帮忙回寝宫换衣服,玉儿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,跟着公主离开了御花园, 看到这一幕的纳木中立刻站起身,提出带皇上向大家敬酒, 得到皇上的同意后,纳木中装作不经意走到了讹者身边, 趁着敬酒的功夫,提醒她去看看自己未来的福建, 顺便再去见见她玉儿,讹者胆大包天,一听这话当即就往寝宫走去, 这边顾龙公主换上一身华丽的衣裙,迫不及待跑到花园向大家炫耀, 只留玉儿一个人收拾屋子,给了尾随而来的讹者可更之机, 这才有了先前皇上看到的一幕,皇上一怒之下将讹者关进了地牢, 并亲自审问了当时的情况,讹者得知自己害了玉儿后悔不已, 向皇上坦白了一切,称是他迷冤了玉儿,他对玉儿心怀不轨, 尽管皇上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,可他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, 丝毫没考虑过原谅玉儿,直接下旨将他贬为庶人, 罚入了管一局,并下令任何人不许给他求情, 苏默儿不忍心主子一人在换衣局受苦, 立刻找到了皇后,恳求他把自己也关进换衣局, 最终皇后被苏默儿的坚持打工,还是把他送了进去, 玉儿见苏默儿跟着自己受苦,连忙劝他回去, 可苏默儿一心要留下帮他干活,怎么劝都劝不动, 这时玉儿突然一阵干呕,苏默儿当即看出自家主子可能是怀孕了, 心里高兴不已,说不定两人很快就能出去了, 夜里玉儿还愿害喜,吵醒了同屋的小宫女, 嘲讽玉儿肚中孩子的身份不明不白, 苏默儿见不得哥哥被欺负,立刻起身拿过桌上的白布条, 勒住了小宫女的脖子,让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 没多久,多尔管就征战归来, 得知玉儿竟被自己的福建陷害,被皇上罚入了换衣局, 顿时怒火中烧,立刻让管家将福建叫了过来, 和雅心虚不已,他还以为玉儿和讹哲真的有奸情, 这才顺水推舟的,可现在悲剧已经造成, 就算再愧疚也没有用了, 多尔管不满皇上如此辜负玉儿, 跑入御书房求皇上放过玉儿, 困兆,真的人,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, 得知皇上之所以不原谅玉儿, 是因为建议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, 只言两人之间什么都没有, 多尔管劝皇上相信玉儿的为人, 依我的实力,您能杀得了我们? 皇上听了这话气个半死, 可多尔管从没想过背叛皇上, 背叛大清, 他只是不愿看皇上, 一直因为莫虚有的原因冷戴玉儿, 皇上听了这番话陷入了沉思, 终于同意让皇后去看望玉儿, 皇后本就放心不下玉儿, 当即的换衣局看望她, 先玉儿脸色苍白, 顿时心疼不已, 苏木儿连忙把哥哥怀孕的事告诉了皇后, 皇后文言高兴不已, 觉得玉儿的孩子来的正是时候, 说不定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, 恢复皇妃的身份, 安慰玉儿再坚持几天, 他这就去找皇上求情, 这边纳目中也通过换衣局的看门太监, 得知了玉儿怀孕的事, 本以为玉儿已经不足为虑, 谁知他竟幸运的怀上了龙子, 立刻让丫鬟找到换衣局的共事公公, 加重了玉儿的惩罚, 故意折磨他想让他早点流产, 正好多尔滚担心玉儿, 半成太监,偷偷潜入换衣局看望他, 将管事公公再欺负玉儿, 一脚将他踹翻在地, 警告他别再招惹玉儿, 管事公公这才安分下来, 经过这一遭后, 玉儿害喜更加严重, 整日连饭都吃不下, 幸好没过多久, 因为皇后的求情, 皇上下令让玉儿出了换衣局, 去冷宫静养, 纳目中怕玉儿因为怀孕, 再次威胁他的地位, 心中顿时有了一个恶毒的心思, 他带着丫鬟赶到冷宫, 此时玉儿正和松沫儿打扫房间, 只见冷宫里到处都是蜘蛛网, 纳目中一走进来便嘲讽玉儿, 看你这一身衣裳, 倒真是不像个娘娘, 玉儿不信和纳目中计较, 任由他在那说, 纳目中见自己一个人吵不起来, 也消停了下来, 随后又给玉儿端了一碗鹅椒枸杞汤, 称看他气色不好, 特意让他补补气血, 仇家送来的汤怎么看都不对劲, 玉儿害怕汤里有毒, 迟迟不敢动手, 而且纳目中位分高也不能直接拒绝, 正当玉儿的手快碰到碗边时, 苏木尔眼急手快, 一把端过枸杞汤喝了个干净, 摊了擦嘴称自己刚才口渴, 看见这么好的东西一时嘴馋, 纳目中见苏木尔坏了他的好事恼怒万分, 给我拖出去, 把蛇给我干了, 玉儿连忙下跪求情, 希望他可以饶了苏木尔, 奈何纳目中铁了心想整治苏木尔, 让侍卫把他拖出去, 惊吹皇上提前下旨, 故宫不能动用不行, 苏木尔这才逃过一劫, 但纳目中还是不甘心, 那就给我用鞭子抽, 狠狠的抽, 无论玉儿怎么恳求他, 纳目中都不为所动, 甚至一脚将玉儿踢倒在地, 本想再朝他捕上一脚, 被身旁的丫鬟即使拉住, 纳目中也只能先放过玉儿, 大步出了冷宫, 玉儿看见苏木尔浑身使伤内疚不已, 痛恨自己没有保护好他, 苏木尔也非常担心格格现在的处境, 因为他尝出那碗汤中, 被放了能让人流产的药, 皇上最近因为玉儿的事苦闷不已, 得知贤妃海兰猪怀孕了, 心情这才好了起来, 看着他不断对自己嘘寒问暖, 一番对比下来, 更觉得玉儿对他不上心, 不仅不吃醋, 还从来没在自己面前耍过小杏子, 皇上当即把温柔的海兰猪, 当成了此时唯一的精神寄托, 为了吊示自己对他的宠爱, 下令将海兰猪由贤妃改为陈妃, 并让他入驻关鞠躬, 误出所料, 纳木中得知这个消息坐不住了, 关鞠躬, 哼, 关鞠躬, 肉麻不肉麻他, 纳木中这边刚搬到玉儿, 海兰猪就怀上深远夺走了皇上的宠爱, 简直让他的一番心思全都白费了, 玉儿和多尔滚牵扯不清, 他的孩子不足为虑, 纳木中反倒觉得海兰猪成了他最大的威胁, 海兰猪肚子里的孩子不除, 那他母仪天下的愿望就会彻底落空, 想到这儿, 纳木中立刻让丫鬟做了一对虎头枕, 在里面放了会使人小铲的药, 带着他来到了关鞠躬, 海兰猪为人单纯, 他以为纳木中是来祝贺他, 当即便收了下来, 又让丫鬟把皇上给他的千年人参拿出来, 送给纳木中当回礼, 纳木中见皇上什么好东西弄往海兰猪这送, 海兰猪睡不惯纳木中送的虎头枕, 想起还在冷宫的玉儿, 便让丫鬟到静思宫给他送些补品, 顺便把这对虎头枕也送了过去, 可玉儿自从用了这个虎头枕, 夜里噩梦不断, 更是有小铲的迹象, 苏木儿见此情形赶紧出门去请太医, 可无论他怎么拍打宫门, 外面都无人回应, 无奈苏木儿只能先回屋扶玉儿躺下, 次日清晨, 王后连忙带着太医赶了过来, 经过诊断才发现, 玉儿这事遭人毒害, 户中的龙胎是否能保住, 还要看大人的体质, 苏木儿闻眼一脸一过, 主子最近也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, 这带龙阁还在仔细寻找屋里不对劲的地方, 突然闻到桌子上的虎头枕中, 传出来一阵特殊的香味, 苏木儿见状解释是陈飞送的, 王后闻了闻发现这气味很是熟悉, 赶紧让丫鬟把太医叫了回来, 太医撕开虎头枕查看, 发现里面的粉末中竟有蛇香成分, 众人闻言震惊不已, 可海澜珠为何要毒害自己的妹妹呢? 王后当即把事情原委告诉了皇上, 皇上想都没想就说不可能, 他心中的海澜珠心地善良, 连只蚂蚁都不忍心猜死, 又怎么会下毒谋害自己的亲妹妹? 皇后觉得他是被海澜珠迷昏了头, 劝皇上李这些, 不能因为玉儿待在冷冬里不说待见, 就要哑巴吃黄莲把苦往肚子里咽, 皇上闻言还以为, 皇后对他宠爱海澜珠非常不满, 最后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, 为了查清是谁在污蔑海澜珠, 皇上便来到官居宫询问情况, 得知这对虎头枕竟是纳木中送的, 当即大怒, 海澜珠担心玉儿的身体, 连忙询问他的情况, 得知玉儿的孩子竟因为自己差点没了, 心里不安, 皇上见此连忙安慰他, 就当是玉儿, 替你挨了一些吧, 随后又让侍卫把纳木中压到了御书房, 质问他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, 丫鬟见事情败露, 连忙称一切都是自己自作主张, 皇上听了这话, 根本不相信, 一个丫鬟没有主子的命令, 怎么可能这么大胆, 可纳木中只是一个劲儿地称,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, 见他丝毫不知悔改, 皇上直接命侍卫将两人拉到宗人府, 按祖宗加法处置, 遇而得知皇上要处死纳木中, 连忙让皇后去阻止皇上, 纳木中的父亲是蒙古部落的首领, 不仅手握重兵, 还牵扯着整个蒙古的大局, 万一得罪了他, 蒙古一乱, 整个大清都会原体大伤, 那皇上之前的努力全都排废了,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 皇后连忙赶到了御书房, 眼看纳木中就要被拖出去, 连忙上前劝阻皇上, 皇上的愤怒也慢慢平复了下来, 想起纳木中父亲在蒙古的势力, 便饶了他一命, 但还是将他打入了冷宫思过, 没了纳木中的左腰, 玉儿在静思宫安心待产, 而皇后也在皇上的授意下, 时不时给玉儿送些补品, 没多久玉儿就生下了二皇子, 接下来玉儿又将怎么恢复宠爱, 关注时光, 让我们一起追剧吧。